一个空旷的教室里 红砖瓦散落一地 少许学生分成两组 两个老师课难上课 遭到一代气旋重创的马拉威 许多学校停摆 最南边的恩桑节 有的学校勉强开课 但即使学生能来 很多没课本也没文具 根据马拉威当局统计 有20万名小朋友 因为这次灾难流离失所 除了儿童之外 孕妇也是最脆弱的一群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 在马拉威185个收容中心 有大约5000位孕妇 面临卫生环境欠佳的挑战 我们没有足够的药物 而当人们在谈论脂肪痛 他们只给了几个手机 这就不足够了 目前马拉威政府 正与人道救援团体合作 试图厘清妇女和儿童 相关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有两个友谓 像MASIF 在医生医院 统计游戏与孩子和卓亚救援团体合作 国际救援持续进行 中国大陆原住6000顿的大米 还有英国乐施会 挪威人道组织 也在当地协助 马拉威南部大片农地被毁 联合国正努力确保灾民的健康与安全 并构思下一步的援助计划 大海新闻旅方编译